欢迎收听白话时机 演播福林 靖世家六 七年 靖文宫秦穆宫同为正国 因其在文宫逃亡经过 未加以礼代 且成仆之意 郑军驻楚故何为正国 遇得苏瞻 苏瞻听到这消息 立即自杀 郑国持苏瞻之头已告进 近人说 一定要得到郑国的君王才甘心 郑国恐慌 只好按针派使者去跟秦穆宫说 灭亡郑国而强大靖国 对靖而言是颇有收获 但对秦国却没有什么好处 君王何不解除郑国之为 保持一个登道的友好邻邦呢 秦伯领悟其中道理后 即解除成为 靖国亦解除成为 九年冬天 靖文宫逝世 子乡公欢历 同年 众博弈族 众人有出卖其国与秦者 秦穆宫及派兵偷袭众国 十二月 秦兵通过进郊 湘公元年春 秦师经过州市 极不合理 王孙满从家讥讽 军队到了华国 众国商人 贤高 正准备到周 王姬去做生意 半途遇到秦军 心生一计 乃以十二头牛 犒赏秦军 秦军以为众国有备 大惊而退 灭了华国而返 晋仙诊说 秦伯不应谨书 违反民心 趁此时机 可以更及他 鸾芝说 尚未报答秦国 对先王之恩 不可更及啊 仙诊说 秦国侮辱我国 又罚我腾性 还有什么恩德可报 遂派兵攻打秦国 乡公将桑府染黑从容 四月 击败秦军与小弟 俘虏了秦国三位将军 孟明氏 西起树 白蚁柄 二环 即以黑色桑符 葬文公 文公夫人 原为秦女 向乡公说 秦国希望获得三将 归而杀之呢 乡公答应遣返 仙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向乡公说 火焕怕从此就要产生了 朕即追赶秦将 秦将渡河已在传中 顿手道谢 终究不再回头 后三年 秦国果然派孟明 罚晋 以报小旨意 取回晋国先前夺走的汪义而还 四年 秦木公大举兵伐晋国 渡河夺取王关城 成整小之战的秦木而回 晋国恐惧 不敢出兵 只得坚守城池 五年 晋军攻秦国 取得新城 报王关战役之仇 六年 赵衰成子 鸾真子 旧季 子范 霍伯 五大福祖 赵顿 待赵衰执政 七年八月 湘公逝世 太子宜高年少 晋人以国家树立患难 希望另一位年纪教长的君王 赵顿说 立湘庚之地雍 其人好善而年长 先王甚为爱故 且与秦人亲近 秦国乃我就有之邦 立善人则稳固 是年长则和顺 奉先君所爱 则尽孝 交旧友 则安 甲继说 不如立其地 乐 其母 陈盈 从受惩于 怀宫与文宫 如立其子 百姓 必定安抚 赵顿 赵顿说 陈盈 地位低贱 次序排在九人以下 他的儿子 还会有什么威势呢 而且 为二君所避爱 是荒淫的事 为先王之故 不能求大 而辟隐 在远方的陈国 母亲荒淫 儿子无缘 毫无威势 陈国既小且远 毫无后援 将如何为君啊 姬派 誓会到秦国 去迎接 公子雍 贾记 也派人到陈国去 招公子乐 赵顿 废除贾记的官位 因其 曾杀 太父 杨楚父 十月 藏下乡公 十一月 贾记 出奔 到敌国 当年 秦穆公 也试试了 临公元年四月 秦康公说 以前文庚回国时 没有强大的护卫 因此才发生了 吕戏之难呀 因此 给公子雍 许多的卫士 此时 在国都里 太子之母 慕盈 整日抱太子哭泣 与朝政说 先王何罪 他的子嗣又何罪 放弃嫡子 不力反而到国外 去寻求君王 将把太子置于何地呀 出巨朝 则抱着太子 到赵顿家 顿手说 先王曾抱此子 托付于先生说 太子如果成财 我拜受你的赐予 如不成财 我将怨恨你 如今君王 世事说的话 还在耳边 怎能就此 抛弃嘱托呢 赵顿 与各大府 都怕 慕盈的逼迫 只得背弃 所赢于外者 而立太子 遗高 事即 灵宫 于是 派兵 拒吃秦国 所送回的公子雍 赵顿为将 攻打秦军 败之于令狐 先灭随惠 逃到秦国 秋天 齐 宋 魏 郑 曹 许 各国之君 接会赵顿 盟于护义 由于晋陵宫 出力之故 四年 攻打秦国 夺取少梁 秦 一曲 靖之北征 六年 秦康公 攻伐晋国 夺取姬马 晋侯大怒 派赵顿赵川 戏缺 激秦 大战于何取 赵川 最有功劳 七年 晋国的六卿 担心随惠 在秦 尝使 禁乱 即 甲令 魏寿 于 叛进 祥秦 秦 派随惠 与魏 见面 应将随惠 带回 晋国 八年 周庆王驾崩 公卿争权 故 不复告诸侯 晋国 派赵顿 率兵车 八百城 平定周乱 而立宽王 同年 楚庄王 开始即位 十二年 齐人 谋视 齐军 义公 十四年 林公奢侈无度 以正腹 而雕视 弓墙 又从楼台上 以担子 打人 看他们 惊恐 躲避 取乐 厨房的厨师 顿熊掌不烂 林公 怒杀厨师 叫妇人 将他的尸体 拿出去丢了 绕过朝堂 赵顿随会 上前 屡见 不听 一会儿 又看见死人手 二人 上前 劝谏 随会 先见 不听 林公 厌恶 派 立室 除泥 去刺杀赵顿 赵顿 一大早 开了寝门 准备上朝 其居处 又十分节俭 除泥 十分感动 退而叹息说 杀死征臣 或违背军命 罪过 都是一样 于是 乃处数而死 有一回 赵顿 从到雷首山 田炼 看见 桑下 有一个饥饿的人 名叫 袁咪明 顿 即将食物 给他吃 饥饿的人 只吃一半 问他 原因 说 我为人称奴历三年 不知母亲尚存在福 希望带点食物回去给母亲吃 赵顿 称赞他的孝心 多给他一些饭和肉 后来他去担任禁军的厨师 赵顿却不知道 九月 禁灵宫 请赵顿饮酒 预先 埋伏假事 想暗杀他 厨师 袁咪明 知道此事 害怕赵顿 酒醉不能起 急 进去 劝说 君王 赵尹大臣 行酒三遍 即可作罢 打算 让赵顿离开 不要受当起撑 赵顿离开后 灵宫御服的假事 还没有汇集 就唆使猛犬 去咬赵顿 袁咪明 为赵顿徒手 搏杀猛犬 顿说 气人儿用狗 再猛 有什么用 却不知 袁咪明 暗征 暗征 报答他的恩德 不久 灵宫 命御服的假事 去追赶赵顿 袁咪明 反击假事 使他们 无法前进 因此 赵顿 得免于难 后来 赵顿 问他原因 他说 我就是当年 桑树下 那个饥饿的人呀 问他名字 他始真没说 就引顿而去 于是 赵顿奔亡 但还没有离开晋国 遗仇 顿同族兄弟将军赵川 在桃园暗杀灵宫 并迎回赵顿 赵顿一向为人敬政 且得百姓复合 灵宫年少奢侈 百姓不复 因此 很轻易的 就将他杀死 赵顿 恢复了 正清的地位 晋国的太使 董胡记载说 赵顿 试杀其国君 并传官于朝征 顿说 杀国君的是赵川 我并没有罪呀 太使说 你是国家的正亲 出奔时 没有离开国境 回到朝征 又不为国家除乱 杀国君的不是你 还有谁 孔子听到此事时 说 灯胡真是古代的粮食啊 既是书法局部引人之罪 赵轩子也是个好官 为首法而受恶名 真是可惜啊 当时如果他出奔到国外 即可免除弑君之罪了 赵顿派赵川 迎入乡宫的弟弟黑豚于周 并立以为君 视为成功 成功原是文公的幼子 他母亲是周人之女 人参 朝拜于武宫庙 成功元年 赐赵氏为公族大府 其后 攻打郑国 因为郑国叛禁之故 三年 郑伯辛利 亲赴晋国 而背弃楚国 楚人怒而伐政 晋国派兵前往救援 六年 六年 攻打秦国 俘虏了秦国的赤侯 七年 成功与楚庄王争强 汇集诸侯于户 陈国畏惧楚人 而不来参加会盟 晋国派征刑皇子 循林傅攻打陈国 并趁机援救众国 与楚军交战 击败楚军 同年 重庚世事 子 井庚 聚 济 利